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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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有新的證據 早前被控涉嫌串謀及梳屎謀殺的鄭福田 今日莫論證詩正式撤銷起訴 並且多停釋放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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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 我想跟你談談杜菲的問題還是打拳 我倒有話要跟你說 Michael今早見過杜菲 他說杜菲知道淑然死了 鄭福田掉了醉嫌一出來 他的情緒很不穩定 我怕他口暗不得多久 他為了脫身會把我們的事爆出來 你是不是應該找個機會跟他談談 淑然自殺之前 是不是你找過你 他之前跟我們說 叫我們想辦法去救福田 要不然是要我們戰師弟 為何突然之間 他會把整件事摸上身 自殺 我有悲意見他 我跟他說 我跟你也沒辦法救到他老公 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命換一命 最後他自己選了一條路來走 願意我無患 為何你不事先跟我說 因為我知道的答案是什麼 我很清楚你這個人 做什麼都好, 都是很極端的 你肯起上來, 我也很害怕 但你心願起上來 又像整個菩薩一樣 你們兩個拍過拖 我, 你捨得嗎 捨不捨得是一件事 你有問我和我商量 這是另一件事 知道為何我要找安樂做我的拍檔嗎 因為他不會在你面前說不 是否我可以絕對信任他 搬到防他的心, 我也不需要有 這次是最後一次 如果你做不到 像安樂一樣給我信心 我們的合作就馬上結束了 找他有事嗎? 有件事我想幫我搜查一下 不知道你和財經做的同事是否熟悉 你自己做iBang 你們做傳媒就最多小道消息 我想知道 9137世代物流的幕後金主是什麼人 這間公司有什麼問題? 你不要讓我嚇壞 你知道世代物流最大的持股人是誰嗎? 是安樂嗎? 怎麼會?傻子怎麼會玩股票? 你怎麼搞的? 她跟我認了 原來Sarah有個客人不方便出面 所以找安樂做人頭, 買了一間公司 Sarah還跟我說 整個買賣告成都是合法的 但是我問她幕後金主是誰的時候 她又不肯說 我有點擔心 Sarah是你的偶像 你偶像說話你不相信嗎? 我不是不相信她 我怕她被人騙了也不知道 你偶像說話 你幫我問問人 說不定你們財經做的同事 有什麼內幕消息呢? 好, 我幫你問同事 有消息再通知你 你現在幫我問吧 不然我今晚一定睡不著 我不妨礙你打電話 我在外面等消息 不妨礙你打電話 文先生 不好意思, 你是警察? 文先生真是眼睛 我是財貨調查組 總督察楊上榮 不知道文先生知不知道 我們的部門做了什麼? 我們專責是調查犯罪分子 不發資金的流向 譬如是毒販 販毒剩下的錢 會把錢放在哪裡之類 楊Sir特地來找我 是不是有什麼事? 其實不是有什麼重要事 不過有個問題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到答案 想看看文先生你幫不幫到我 連這麼多個警察都想不到 我怕我幫不了你 不要這麼客氣, 文先生 我只是想知道 一個條命剩下一年也不夠的人 還要去找幾個億 幾十個億的錢回來 其實是為什麼呢? 我想不會有這種人, 是吧? 況且那些錢也不能帶到棺材 你也不相信, 真的有這種人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或者可能是為了興趣? 是嗎? 有問題 我都說文先生你幫得到我 對了, 你跟葉Sir很熟悉 我跟他同期 有空有時間上來MV 我請你去鏡天喝茶 好, 找一天吧 不好意思, 楊Sir 我很少這麼晚都還沒睡 我想我還是先上去 好, 不妨礙你休息, 再見 再見 怎麼樣?Coe, 問得到有什麼人做的? 我不斷搜尋財經組的採主 最後打成兩個長途電話才能問到 我找安樂做人頭買起世代物流的金主 叫陳元庚 他是大馬元峰集團的主席 一直都是張林的大廈 我採主跟我說 這個姓陳的 曾經跟公司的股東承諾過 在他做主席的期間 是不會做任何的私人買賣的 但實質呢? 這幾年他背著股東 都找人出面買起了很多 他認為有潛力的公司 安樂就是幫這個人做人頭嗎? 是啊, 我採主還跟我說 這個陳元庚是大馬拿督 家裡很有錢的 所以他買世代物流的資金 應該是合法的, 你不用擔心 我這幾天擔心到睡不著 我自己做金融, 我很清楚 如果安樂用了不合法的資金做交易 就是洗黑錢, 很大罪 那這宗交易是張林處理 應該沒問題的 我想姓陳那個 讓公司的價格好一點就會退場 到時候你記得幫安樂保持錢 不要讓他亂用 我知道了 約我們有事 我想問你們警方查得怎麼樣 我老婆究竟是怎麼死的 沈淑然是吸入過兩個一樣的化碳 導致窄色死亡 由他留在電話裡的說話 我們警方初步懷疑 他是為罪自殺 不可能 淑然不可能跟羅勇有腦 他更加不會買空殺人 現場車輛發現不到第三者的指紋 相信當時只有他一個人 整個自殺過程都由他單獨部署 我們警方找不到有其他的可疑地方 是謀殺 一定有人教他這樣做的 這只是你的估計 不過我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